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如何设计网站的信息架构 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 今年我们重塑了Pausa官网 在设计的过程中 我查阅了大量材料 发现它们比较偏理论探讨 与实际项目相结合的分析非常少 很难直接落地 同时它们比较零散 不够系统 对新手不友好 所以我通过整合现有的理论精华 同时结合了实战要点和个人思考 梳理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 可复制性强的方案 简单来说 就是希望如果以后大家有类似需求 可以直接照抄作业 那么今天 我首先会简单介绍一下 信息架构的定义 作用 特点 然后会着重阐述一下 怎么样设计信息架构 和评估它的质量 最后会分享踩坑后的经验教训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来看什么是信息架构 当你在网上搜索这个词 会看到各种复杂和高大上的定义 那在我看来 简单来说 它就是对信息进行高效的组织 表达和传递 举个例子 如果让你造个房子 你不仅要打地基 搭两股 还要安门窗 搞软妆 那信息架构有什么用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先来看一张图 大家更喜欢哪个环境 应该是右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紧紧有条 让你有种掌控感 脏乱差的环境 你找不到需要的东西 会有失控感 网站的信息环境 也是同样如此 那么信息架构的作用 就是让用户快速地理解信息环境 找到需要的东西 并解决问题 那应该来怎样设计信息架构呢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宏大的问题 在开始设计之前 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 如果从产品视角来看 网站是一个制住式的信息型产品 而时代发展至今 用户对产品的需求 已从最初的功能需求 进化到质量需求 再发展到今天的体验需求 那么设计网站这个产品 就是在设计一种用户体验 那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 这位巨人就是姜瑞特 他把开发用户体验的整个流程 拆解成了五层 从下往上依次是战略层 范围层 结构层 框架层和表现层 每层都以下层为基础 相互依赖和彼此决策 Pausa网站信息架构的设计 也是对这五个层次进行了思考和打磨 接下来看看具体是什么做的 首先来到了最底层 战略层 这一层是在打地基 决定了上面四层的走向 在这一层 你需要想清楚两个问题 产品目标和用户需求是什么 对于Pausa网站而言 产品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 教育用户 比如传递项目信息 突出项目优势 第二 树立形象 打造一个开放的 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形象 那怎样来了解用户需求呢 可以建立用户画像 先看一个例子 这张图是Pausa开发人员的用户画像 我们给它设计了一些信息 比如名字年龄 工作经验 需求痛点等等 那系统的设计用户画像 可以从这五个维度考虑 自然属性 比如名字年龄性别 社交属性 比如职业收入家庭 心理属性 比如性格爱好价值观 还有行为动机和行为习惯 除此之外 还可以给它设计一个场景 把它放到一个简短的故事中 描述它怎样与网站进行交互 那像这样通过全面的了解用户信息 预演它在完成任务时 可能遇到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提前探测出它的潜在需求 更容易理解用户的行为方式和思考习惯 并在设计信息架构的时候考虑进去 那以上就是战略层 一句话总结 战略层确定产品目标和用户需求 交付物可能有需求文档 用户画像等等 现在再往上爬高一层 来到范围层 对于信息型产品而言 范围层确定网站需要什么内容 分成两步走 第一步 判断大致的方向 根据刚刚在战略层了解到的目标需求 我们大概需要两类内容 第一类是项目信息类 比如文档博客用户案例 用来教育用户和突出优势 第二类是社区信息类 比如社区的规则和活动 用来塑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形象 那么下一步就是确定具体需要哪些内容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对内容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先看一张例子 这是内容盘点 大部分字段是定量分析 也就是关于内容本身的数据 最后一个字段是定性分析 也就是内容调整的计划 那具体看一下分析的过程 首先看定量分析 它主要分成两步 第一步 确定分析哪些内容 比如分析网站现有的内容 或者现在还没有的 但即将被再创作的材料 还有净品或类似产品的内容 第二步 收集关于内容的信息 可以从这几个维度来考虑 基本信息方面 可以收集主题 类型 链接等等 用户需求方面 可以收集内容的目标用户群 适合的用户旅程等等 内容运营方面 可以收集SEO数据 用户行为数据 社交数据等等 这些信息 能让我们对用户需求和内容质量 有一个大体的判断 那接下来我们走到定性分析 也就是内容审计 此时需要对内容做一个决策 确定哪些内容需要增删改 或者保留不变 一味合并再创作等等 可能会进行内容分组 内容映射和内容差距分析 来看一个例子 PASA官网的主要内容是文档 这张图是在重构文档信息架构时 做的内容映射 将老版本的内容映射到 新版本的结构中 重构文档的原因 可能也是不少项目的通病 就是忽略了用户体验 排除在一个为了写功能 而写功能的阶段 比如我是一个很大的软件 平台我有50个功能 那我要全写出来 而没有考虑到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能满足用户 什么场景的诉求 我怎样在它最需要的时候 给到它 之前抛扫文档像是一本 按照功能排序的 大而全的字典 而现在我们会把它改成 基于用户角色的基本指南 根据不同的用户的 学习入境和行为习惯来重构 那这就是基于用户体验 构造出更优质的内容交互场景 以上就是范围层 一句话总结 范围层确定网站需要哪些内容 交付物可能有内容映射图 内容审计结果等等 现在我们再往上爬一层 到了结构层 对于信息型产品而言 结构层确定信息架构 通过分析内容之间的关系 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组合排列 简单来说 就是组装内容 在组装的过程中 需要搭建四个系统 分别是组织 标签 导航 搜索 为什么要搭建它们呢 正如刚才说的 信息架构的核心功能 是方便用户理解 使用和查找信息 组织和标签系统 会影响用户理解信息的方式 导航和搜索系统 会影响用户查找信息的效率 那接下来会按照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做 和最佳实践这个模式 来分享每个系统 先来看组织 什么叫组织 简单来说 就是分类 为什么要分类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来做个小测试 假设这张图 是你今天买的食物 让你给它们分个类 放到不同的橱柜中 是件简单的事 但是换个人 去找某一样食物 他不一定能找到 而且不一定会认可 你的分类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的心智模型不同 不同心智模型的人 组织信息的方式就不同 带来用户的体验也不同 那这就说明 如果想让产品 更容易被用户接受 就必须基于它们的心智模型 来组织信息 那Pausa是怎么做的呢 这张图是Pausa网站的组织结构 在层级结构方面 我们采取了字顶向下的方案 因为它简单直观 在层级内容方面 新版架构的一个变化是 基于用户预期做了调整 比如说新增了一级目录 Get Started 它有三个子页面 Quick Start Concept 和Ecosystem 这么做是因为 当前社区处于 飞速发展阶段 有大量初学者涌入 他们希望能快速 找到上手指南 那在上手产品前 会想了解产品的 上下游关系和周边生态 上手产品后 会想学习更多基础概念 那其他一二级目录 也是基于不同用户的 预期和使用频率来决定的 在设计组织结构时 经常遇到的问题 是如何取得平衡 在层级结构方面 需要平衡广度和深度 那有人可能会问 是不是结构越浅 用户越容易理解 结构越深 用户越容易迷失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要放到实际场景里面 去考虑 通常来说 宽而浅的结构 比较适合C端用户 它的优点在于 对于用户而言 用较少的点击 就可以完成任务 对于管理者而言 维护成本小 如果增减 层级内容需要修改结构 那么修改二级目录 会比一级的问题少一些 而且对用户的影响也更小 因为他们不一定能感知 那缺点是在于 可能会增加信息的寻找难度 因为层次的分类标准太多 与它相对的是窄而生的结构 它比较适合弊端用户 优点是能减少用户选项 让它可以更专注在业务流程 缺点是 也有可能增加信息寻找难度 因为需要点击很多层 才能找到内容 除此之外 在层级内容方面 需要在台塌性和包容性之间平衡 要确保层级类别彼此互次 以上就是组织系统 一句话总结 组织系统需要基于用户心智 对内容进行分类 接下来看标签系统 什么是标签 简单来说 它是对一组信息的命名 比如联系我们是一个标签 它表示一组内容 包括姓名地址电话邮箱等等 那为什么需要标签系统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它能提高信息传达效率 在不占用太多网页物理空间和用户认知空间的情况下 在不将全部信息显示出来的情况下 可以触发用户脑海中正确的联想 那这也就要求我们使用与用户相同的语言来定义标签 第二 标签是显示组织和导航系统最明显的方式 实际上页面就是由不同的标签组成的 那我们是怎样来设计的呢 Posa用了两类标签 第一类是文本型的 常见的有情景式链接 标题 导航选项 第二类是图标型的 它可以增加信息环境的美感 设计这类标签时需要注意两个方面 第一 基于场景去传达内容 比如说 当你看到房子和太阳的图标时 它在表达什么含义 如果你在看旅游网站 表达的可能是酒店和天气 如果你在看Posa网站 你可以很快地知道 表达的是主页白天夜间模式 第二个原则是 不要让形式凌驾于功能之上 这张图是某个品牌手环的导航系统 你知道第一个和第二个图标的含义吗 它们看上去都是运动的意思 即使是在健身手环的信息场景中 你可能还需要猜 那这种设计就有些模糊了 那怎样让标签更准确 更具表达力呢 可以从源头着手 丰富标签系统的来源 意思是去了解其他人 是怎样来描述同一件事的 有两种思路 第一 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样本 比如说书的目录 索引介绍 行业大会的演讲题目 摘要 职位招聘的描述等等 还可以看受控词表 续词表和术语表 第二种方法 访问用户 直接的方法可以用 开放式的卡片分类法 比如让参与者给内容分类 打上标签 再比较他们的答案 答案越相似 标签越健壮 还可以用自由列举法 比如选择一个主题 让参与者头脑风暴 实际上社区贡献指南 就是这样完成的 那间接的方法 可以看自由格式标记 或者搜索日誌 比如可以去StackOffflow 或推特上看 用户怎样用自己的语言 来描述信息需求 和发表观点 这样可以捕获到 更准确的信息 那以上就是标签系统 一句话总结 标签是对一组信息的命名 既要让它符合用户的 语言习惯 又要反映内容 那接下来看导航系统 什么是导航 简单来说 就是地图加指南针 为什么需要它呢 作为一种标识导引 它给用户提供明确的方向感 帮助用户了解 他们在哪里 可以去哪里 怎么去等等 另外它还能影响SEO的结果 那我们是怎样 为PALSA设计导航系统的呢 在上手之前先分析需求 导航是为了方便用户查找信息 所以需要了解用户查找信息的方式 一般来说有四种 以知向探 查找 探测性查找 不确定需求查找和再查找 为了覆盖以上所有的查找行为 我们使用了这些导航系统 第一类是 结构导航 包括全站和局部导航 表示内容的层次结构 第二类是 关联导航 用于帮助用户联想式学习 第三类是 可用性导航 它是指一些常见或重要的任务 需要在全站都访问到 但又不属于全站导航 比如 我们把download 设置成了可用性导航 鼓励用户下载 另外 搜索功能也属于可用性导航 由于它太重要了 单独成了一个系统 我们会在下一节分享 除此之外 还有几类导航 Pausa没有用到 但也提一下 第一种是 高级导航 它包括 可视化导航 简单理解就是 图片导航 比如在淘宝 购物时看的图 还有个性化和自定义导航 比如华为某些产品的文档 支持用户自定义导航 另外 还有社会化导航 比如Reddit 根据内容程度来聚合 根据流行程度来聚合内容 除此之外 大型网站还会使用 站点地图和站点所以 作为辅助导航 那么 你还可以通过导航 来优化SEO结果 如果想检验导航的质量 可以使用一些工具 比如在谷歌分析中 通过查看用户行为流报告 观察导航的实用情况 用户浏览入境等等 从而判断导航是否需要调整 那以上就是导航系统 一句话总结 导航需要给用户提供明确的方向感 并能用于优化SEO结果 下面来看最后一个系统 搜索 顾名思义就是找东西 为什么需要它呢 对于用户而言 能提高查找信息的效率 对于管理者而言 它是管理网站的工具之一 可以通过分析搜索日志 来采集到有用的数据 Pausa使用的搜索工具是Argolia 现在实现了基础的功能 接下来分享一些提高搜索引擎效率的思路 我们还未实现 正在考虑中 欢迎一起探讨 对于提高搜索的效率 我们考虑了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 优化模式匹配算法 大多数搜索算法采用的是模式匹配 会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 查询率和查准率 由于它们是逆相关的 你需要评估一下需求 再选择一样 对于Pausa而言 我们更倾向于选择查询率 因为网站内容目前还不是特别多 我们想尽可能的把所有相关结果 都展示给用户看 第二个思路是 使用查询生成器 比如词干提取 有了它当用户搜索unknow 会返回带有knowable和knowledgeable的内容 因为它们具备相同的词干know 这样也能实现更高的查询率 第三个方向是 优化结果显示 你可以对结果进行排序或排名 如果使用相关性排名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排名算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查询词出现的频率或位置 出现在标题会比出现在正文中具有更高的相关性 查询词的受欢迎程度 比如它是否经常被链接 链接来源是否受欢迎 查询词出现的位置有多近 比如它们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 还是同一个段落中等等 有时候会出现查询结果 和预期不一致的情况 比如文档A可能比文档B的排名高 但其实B的相关性更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B是讲解主题为查询词的文章 具有真正的相关性 但是A是一篇很长的文章 碰巧旁含更多的查询词 所以如果网站内容意志性越高 越要谨慎的使用相关性排名 其实在发布新网站后 Pausa的搜索功能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可用 但我们并没有说到过 用户找不到信息的抱怨 原因我认为是Pausa的导航系统 足够健壮 即使暂时没有搜索 用户也能快速找到信息 这就提醒了我们 搜索不是糟糕的导航系统 和其他架构缺陷的创合贴 首先要保证导航系统没问题 如果成本受限 暂时没有配置搜索功能 可以考虑使用索引过度 那以上就是搜索系统 一句话总结 搜索是可用性导航的核心 既能提高信息查找效率 又是管理网站的工具 到目前为止 我们就看完了结构层的内容 一句话总结 结构层需要确定网站的信息架构 包括搭建组织标签导航和搜索系统 交付物可能有信息架构图 功能设计文档等等 那让我们再往上爬一层 到了框架层 这一层更靠近用户能感知的元素 用户体验要素对这层的定义是导航设计 但我们在上一步已经做过了 所以这一层我把它变通成 对之前梳理出来的结构和内容 进行可视化的设计 展示出页面之间的关系 页面内容的布局 此时你可以创建线框图 看两个例子 这是低保证的现框图 分别为移动端和桌面端 设计了页面结构 如果成本允许 你还可以设计高保证的现框图 它包含更多的详实内容 如果成本受限 你甚至可以手画草图 只要能准确传达意思就行 那一句话总结 框架层对页面进行可视化设计 展示出页面之间的关系 页面内容布局 交付物可能有现框图等等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层 表现层 这是用户首先会感知到的地方 简单来说 这层确定感官设计 为了让用户更容易地消化信息 一般而言可以调整布局色彩和字体等等 比如考虑到视觉焦点和动线 抛扫文本重型页面采用了古藤堡模型 F模型 文本弱形页面采用了Z模型 另外为了降低视觉噪声 我们在表中没有使用黑色线条 而是灰色线条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参考了苹果的设计理念 很多人喜欢苹果产品 特别是Mac的呼吸灯 它的闪烁频率非常精准 每分钟12到20次 因为模拟了人类休息时 自然的呼吸频率 你可能不会将它和呼吸频率联系起来 但是你能感受到 镇定和放松的效果 那这就是加入了情感化的设计 它能在大脑中 唤起积极的情绪反应 我们觉得这个理念很棒 也想给Posa赋予一些生命力 所以在首页增加了一个动画 它是一些源源不断的拨让 像一个朋友在场里招手 另外它还寓意着项目的差异化优势 表示Posa能处理无限的消息流 那以上就是表现层 一句话总结 表现层确定感知设计 那到目前为止 这就是基于用户体验要素 将设计网站信息架构这个任务 拆解成五大模块的全部过程 针对每一个模块 用一句话来简单总结一下 首先是最底层 站阅层 确定产品目标和用户需求 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在网上是范围层 确定网站内容 回答了我们需要什么 接下来结构层 方架层表现层 回答了我们应该怎么做 结构层 确定信息架构的四个系统 组织标签导航搜索 框架层 进行页面设计 确定页面之间的关系和布局 最后表现层 在完成前面四层所有目标的基础上 进行感官设计 这就是设计的全部流程和交付物的总结 那么高质量的信息架构 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们之前谈到 信息架构的价值在于 帮助用户快速使用理解和查找信息 所以相对应的特点就是 强扩展性 一致性和可寻性 先来看扩展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信息架构和内容可能需要更新 尽管页面布局 视觉设计可能会随潮流而变 但信息架构应该是相对动灵的 也就是说 不管怎么增减功能 用户感知度低 可以以不变的信息架构 来应对万变的功能 比如说 微信朋友圈是用户粘性很高的功能 但为什么它没有放在一级菜单 而是作为发现的子内容 放在二级页面中 原因有很多 其中之一就是 从信息架构的角度来考虑 作为一级菜单 发现会比朋友圈的拓展性更强 它不仅可以容纳其他功能 还能把朋友圈的流量导入至这些入口 第二个特点是 一致性 这样的一致性的信息架构 能帮助用户快速了解产品 因为一致性代表着可预测性 可预测性的系统更容易学习 举个例子 全球各大迪士尼乐园都采用了一致的 圆区绝构 这样用户能快速的熟悉环境 第三个特点是 可寻衅 用户能快速定位所需信息 这个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设计好信息架构后 怎样来评估它的质量呢 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 来了解观点 加观察行为 先看定性方面 如果想了解观点 可以做用户访谈 启发式评估 如果想观察行为 可以做可用性测试 比如 让用户在你的网站和类似产品 网站中完成相同的任务 并进行比较 需要检验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 易于理解 比如给用户看一下网站主页 在你不介绍的情况下 他是否能在短时间说出 这个产品是什么 第二是 易于使用 比如 让用户完成一些核心任务 观察用户执行的过程 是否顺畅 还是有卡顿和迟疑 第三是 易于查找 比如 让用户找一个层级比较深的功能 他是否可以通过导航和标签来找到 也可以针对导航 做后备箱测试等等 那在定量分析方面 如果你想了解用户的观点 可以做调查问卷 要注意避免诱导式提问和模糊提问 比如 不要问 你喜欢下拉框吗 而是问 在某些上下文中 下拉框会让你有更好的体验吗 如果你想观察用户的行为 可以分析网站数据 看这三个维度 第一是行为数据 比如带有关键CTA内容页面的转换率怎么样 用户最常使用的着陆页有哪些 第二是 获取数据 比如说 引导用户访问网站的最受欢迎的关键词有哪些 这些关键词是否可以用于优化标签 索引和网站地图 第三类是 用户数据 可以检验你做的用户画像 是否与真实用户的信息一致等等 另外 如果你使用谷歌分析 还可以将这些数据与业界的benchmark 进行比较 得到一个更客观的判断 那有可能会问了 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过程看起来有点繁琐 能不能只做一种 我认为还是要二字的结合一起看 有三个原因 首先 它能帮助我们了解用户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 定量的数据告诉你用户做了什么 但是无法告诉你做的原因 比如说数据告诉你 有些页面浏览量高 绘画时间长 但它无法告诉你 用户是觉得页面内容有用 在忙于阅读 还是没用 在忙于猜测 这使你可以通过可用性测试来观察 用户与这个页面交互的过程 从而来判断是否需要改进 第二 它可以帮助你了解用户的真实看法 分享一个有趣的例子 之前索尼引入Bonebox的时候 找了一些潜在的消费者 来讨论这个新产品应该是什么颜色 黑色或黄色 经过讨论之后 一致认为是黄色 组织方为了表示感谢 每人送一个 结果每个人都拿了黑色 这说明用户说的和做的 可能完全不一致 有时候调查问卷显示 用户满意度95分 不过你可能会在 可能性测试中发现 他们完成任务挺背劲的 但是他们没有在问卷中反馈 原因可能是有些 用户不想让自己看上去有点笨 或者问题比较复杂 不好描述 甚至可能意识不到 自己行为的真相 所以我们不仅要看数据 还要看行为 那第三 它可以帮助你理解到 用户的真实反馈 有时候用户的反馈 和他实际想表达的意思不同 比如说用户在问卷中说 我希望下载按钮是红色的 而他们实际的想法可能是 下载信息太难找了 所以你不需要真的给它换颜色 而是可以结合网站数据 看看用户在下载前后的行为路径 判断是否应该优化下载方式 理解到用户的真实意思 那以上就是关于怎样评估 信息架构的质量 一句话总结 需要从一使用 一理解 一查找的角度来衡量 结合定性和定量分析 既要了解用户观点 又要观察用户行为 那在设计的整个过程中 我踩过一些坑 有一些新的体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来看一张图 这里有两叠饼干 你觉得哪个卖得更好 有些人觉得是右边的 因为剩得少 但有些人觉得是左边的 因为可能刚卖光 又马上上了新 你会发现 同样的内容 用户有不同的解读 当用户开始理解信息的时候 信息的真相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设计信息架构 没有对错 一切都取决于 它是否达到了你的目的 是否准确 无误地传达了你的想法 第二个心得是 当收到用户反馈的时候 我们常常忍不住做加法 比如说 如果用户不明白指示 我们会添加更多说明 如果用户没有注意到 本该注意的内容 我们就让他颜色更醒目 但在有些情况下 解决方案正好相反 应该做减法 删除一些内容 有些网页包含太多的文字 图片 视觉设计 这些噪声是用户 找不到内容的真正原因 就像开源领袖 Erico说的 当设计达到完美的时候 不是无法再增加东西了 而是无法再减少东西 第三个心得体会是 对于经验不足的 信息架构式而言 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 没有思考清楚底层需求 就直接从最容易感知的 表现层或框架层左手 画线框图或圆形图 这样可能会带来 很大的反攻成本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研究透测底层需求 在逐步往上分析 否则产品可能连 触达用户的机会都没有 更不需要提表现层和 框架层对用户体验的影响了 有趣的交互形式 美观的界面元素固然重要 但解决产品真正的问题 才是核心 见状的结构 比精巧的设计来得重要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 这张图是所有内容提炼出的精简版 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设计网站信息架构的思路和经验 也就是我把网站看作成是一个产品 从用户体验要素的角度 将信息架构拆解成了自下而上的五大模块 并从用户体验研究方法的角度 来评估信息架构的质量 通过结合了经典的理论框架 和一线的实战经验 我推出了这个比较创新的 可复制性强的方案 虽然观点可能不全对 但是照着操作页 可以保证不会遗漏掉重要方面 那当我回过头去看 感觉从述网站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自己承担了许多角色 这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但是当挑战来敲门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打破职能边界 主动以产品设计者的角色去思考 好的产品体验 有时需要的 可能就是我们多向前走的那一步 最后感谢为Pausa网站 贡献的所有同学 有了你们 Pausa才闪闪发光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微信来聊 共同探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ata凶产链 继继继继继Die细